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渣网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Landom表达式 1 为什么这是写个1 因为Landom表达式呢 它是一个比较高级的编程手法 或说是编程语法 我准备把它分成几期讲解 今天是第一期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 首先说什么是Landom表达式 我这有个定义 大家看我是定义 准确不准确 Landom的式呢 它是一种匿名的 嵌入类或者函数 或者说叫做臂包 Java脚本里面是经常的用到 好咱们接着看 它不需要做实际类或函数的声明 却可以将具体的操作代码处理 嵌入到代码当中 太难理解了 太难理解了 没关系 你先记着有这么回事 不用说是一下帮给的理解 不用 好咱们把它看 Landom表达式的优点是什么 它呢 使代码更加的简洁 我是非常喜欢这种写法 为什么呢 很酷嘛 对吧 而且呢 什么叫酷啊 就是说你写完代码 别人看着看不懂 你就感觉很酷啊 反正我有这种感觉 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感觉 但是缺点就是说 代码可读性变差 为什么 会的人觉得代码非常的漂亮 不会的人觉得代码根本就没法读 这就是Landom表达式的特点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写的 好 接下来咱们大家注意看 还有一个天书级的对Landom表达式的解释 什么意思 看啊 Landom是实质上是某种规律的抽象实现 我了个去 像不像天书 是天书吧 对了 它就是天书 好 咱们看看它的写法 Landom表达式是这样写法 在Java中 其实Java脚本跟它差不多 怎么写呢 首先是一个括号 括号里面是参数 然后有一个减号 再加一个大于号 后面是一个括号 括号里面是处理 哇 有点麻烦是吧 没见过是吧 怎么还减号大于呢 这就是Landom表达式的写法 在Java脚本里面就不是减号 是等于号 其实是一个意思 这个大括号里面 其实就是函数的处理 这就是函数的参数 大概就是一个函数定义的简单的方法 一个简单的抽象 好 那咱们不说了 马上看一下实际的例子 一看例子 可能您就相对好理解一些 首先说 大家请看 我今天就这么一个文件 Java 在这个Java里面 我先定义一个数据库接口 前几期我定义过 今天咱们再定义一个 叫做iDatabase 里面就一个函数 Update 没问题吧 但是注意 我定义的接口有什么特点 我这写出来了 是单方法无参数接口 我这Update干什么 没参数 这么一个接口 好 咱们对它要进行一些封装和使用 咱们看看咱怎么用 首先说 在咱们真正的代码当中 我先以最普通的接口方式 来使用这个接口 怎么使用 大家看 我这有一个iDatabase 我声明一个接口类型的实例 然后我new一下 这个是匿名类的写法 这个上期咱们应该是讲过 匿名类写法 我在匿名类里面 我等于new的不是类 new的是接口吗 对吧 所以这是匿名类 我在这个接口里面 干什么 在匿名类里面干什么 把这个接口的方法进行实现 就一个Update 然后在里面输出一句话 实现完之后 刚才咱们new的这个u加db 就能够使用了 它就变成实例了 对不对 那这个u加db.update 就直接输出咱们实现的这句话 数据库更新完成 这个是通常的接口加匿名类的实现方法 咱们再看一下 Landam是怎么实现 稍微有点抽象咯 看啊 it的base没问题 定一个 比如说咱刚才叫userdb 现在叫blockdb blockdb数据库行不行 行 但是下面怎么写 数据看 一个括号 这个括号 就是这个update的这个括号 说明什么 我要实现一个无参数的方法 这个方法呢 在这接口里面 而且这个接口只有一个方法 而且还无参数 咱们这样实现 这是一个无参数的方法 然后呢 它怎么实现呢 减号大于 下面呢 是对这个接口的 唯一的一个update的方法进行实现 因为是唯一 所以这个地方呢 连update的这个方法名 都不用去指定 然后在这里面输出 包包包包包 我更新了 博客数据库都能够更新 然后实现完之后 怎么用呢 用这个博客实例 博客db.update 进行输出 你看在咱们实现的时候 几乎连update的这个函数名 都没有写 却能够实现 您不觉得这种写法 非常的难懂吗 非常的简单吗 我该这么说 非常简单吗 三行代码 实现了刚才 七八行代码要做的事 三行就把它实现 代码呢 非常的简洁 但是对于这个 不太懂这个lambdam式的朋友来说 你去这写的什么东西 就看不明白 对吧 没关系啊 咱们因为是第一次结束 可能有点抽象 咱们马上运行 看一下实际的效果 我这里已经开了这个Intellij 好 咱们试一下 我先考上咱们这个单方法 无参数接口 考过来 考到类里面 不能考到类里面去 好 然后 再考上咱们的接口的实现 就实现咱们采用两种方法 一个是匿名类的方法 一个是lambdam式的方法 好 咱们运行一下 看一下效果 够 我把这个冲口拉大些 哎 怎么样 第一个是三角形数据库更新完成 是这个 调用的是匿名类的方法 第二个呢 是更新 更新 博客数据库成功 是下面这个lambam式的方法 换句话说 咱们呢 一般实现接口是定义类的方法吗 比如说 咱们在这 是随便定一个吧 比如叫class oracle 没问题吧 implement idatabase 一般咱们是这么使用嘛 对不对 今天咱们就不这么用了 稍等 我这敲错了 不好意思 然后咱们在这地方去实现它 稍等一下 我这个键盘 算我们键盘好像又出了点问题 刚才这个口号打得不太好 咱们用这个方法 进行实现嘛 对不对 这个就不叫税库 这个叫oracle税库 更新完成 对不对 咱们一般实现接口呢 是用这种方式 我呢 生命类 然后呢 实际去实现它 然后去实现每一个方法 然后呢 今天咱们用是匿名类的方式 进行了实现 同时呢 还用lambam式方式进行实现 代码呢 由最凡 到相对 简单 到最简单 反正我觉得初学者朋友吧 您就使用这个一般的实现接口的方法呢 就可以 就是规矩矩矩 定一个类 然后呢 去实现它 实现每个方法 然后呢 去使用它 没有问题 对不对 然后呢 慢慢慢慢您熟悉了之后 就用这个匿名类的方法呢 实现 线上类 感觉代码呢 也相对比较简洁 而且因为这种类 真的就 我就实现一次 我就不太用了 那没有必要 我再定一类了 对不对 那就线上实现它 等您再熟悉之后 就定义成这个lambam式 让您代码更简洁 然后呢 您自己读下 要更酷 可别人却看不懂 您在写的什么 哎 是不是有一种 更酷的感觉 我这种认为啊 好 今天呢 就是这么多 给您分享的内容了 我估计您可能 没听明白 没关系 您是把我的代码呢 拷贝过来 或者您直接输入一下 试一下 理解一下 三行代码 完成的lambam式的 实际的效果 在进入过程中呢 我再给您讲一下 其他的使用方法 慢慢的 我觉得您就应该 能够理解lambam式了 好吧 由于世界关系呢 这个视频只能给您 分享到这里了 今天的代码呢 我会放到看中的服务器 然后今天的视频呢 会传到YouTube 酷工您观看 推荐您使用YouTube 您观看 好 那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